出入地区传出了确诊个案之后 县政府除了急忙设快筛站进行快筛之外 当地出入国中国小近日也预防性提课一天 并且进行全校消毒工作 县府交易处表示说未来如果还有学生确诊 全校会停课14天 也采取线上教学方式 停课不停学 清洁人员背起器具 针对校园的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清洁消毒 台东北南乡出入地区 27日传出有6位民众染疫的消息 县府立即在出入设置快筛站 同时当地的国中以及国小 近日也预防性的停课一天 进行环境消毒 教育处长表示 如果未来不幸有学生遭到感染 将会采取全校停课14天 并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 只要有厌处一例确诊后我们就会停课 在停课期间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都有不断的在做线上教学的演练 那像今天预防性停课一天 那其实学校 我刚也是来看学校老师在线上教学的准备情况 那目前其实都一切都正常的在 按照我们在防疫期间的一些规范在实施 而针对校园清销的问题 教育处长者表示 在大环境的部分会携请防疫消毒大队协助学校 在教室室内的部分则必须由校方来执行 我们有联系环保局 那来学校做外部环境的清销 但是学校里面的环境 那我们今天也是来看一下 这可能就是老师比较辛苦 可能在像是学生使用的桌椅的桌面啊椅子啊 就要是人工老师自己来做清洁跟消毒 那所以今天学校老师都有到学校来 那协助学校做内部的清销 这目前 所以请我们的家长们也放心 学校一定会做好安全的措施 由于目前台东的疫情有深温的趋势 在此也特别呼吁民众 请洗手正确配戴口罩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才能够保护你我的健康安全 记者陈建林被南乡报导 可以 我看到西 besl不是高 Color 什么 继续配户 患劲